国内勤流感疫情持续扩大 已经出现了新型H5N2 及首件H5N8病毒 有医师就提出警告 现在刚好是流感季节 如果勤流感的病毒 和人类流感病毒基因重组 恐怕会突变成勤传人的病毒 国内出现新型H5N2及首件H5N8禽流感病毒 有医师提出警告 过去台湾部分养情及防疫人员 就曾经在体内检出H5N2阳性反应 代表曾经感染可是未发病 而现在刚好是流感季节 如果新型H5N2和人类流感基因重组 恐怕有机会变成下H5N1或H7N9等禽传人病毒 比较担心的是现在是流感季 有人类的流感病毒 所以还是怕在猪或是在人身上产生基因重组 而机关署表示 农委会公布的新型H5N2及H5N8病毒 和去年一月韩国的病毒基因序列 相似度超过九成六 机关署已经针对云林嘉义及屏东等 情场相关工作人员 总共两百三十四人进行列管 其中有三人出现发烧咳嗽等轻微症状 有一人已经送裁检 检验结果最快明天出炉 由于现在是流感跟腺病毒流行的期间 所以我们一般评估有可能是季节流感或一般的感冒 但是我们在目前已经针对其中一位做裁检 机关署强调新型H5N2及国内首件H5N8禽流感病毒 目前全球只有情传情没有传出情传人案例 因此呼吁民众鸡蛋鸭蛋或鹅蛋一定要煮熟后菜吃 也建议情场相关人员可以主动施打人类流感疫苗 以降低同时感染流感和禽流感病毒 产生精英重组的风险 记者来讯吴家宝台报道